西游记这部神话剧应该是很多小伙伴的童年记忆 而剧中的齐天大圣孙悟空更是不少人的童年偶像 经常会幻想着自己有一天能够像孙悟空那样上天入地 但是你知道吗 孙悟空这个人物其实是有原型的 考古专家们还在福建发现了孙悟空兄弟的合葬墓 孙悟空兄弟合葬墓位于福建省顺畅县西北部 宝山主峰南天门后的双圣庙内 宝山主峰的海拔比较高 有1305米 所以在被考古专家无意发现之前 孙悟空兄弟合葬墓一直都没有什么人关注 孙悟空兄弟合葬墓并不豪华 完全不能跟他斩腰除魔的通天本事相比 占地面积也不大 只有18平方米 合葬墓像一个八字一样向外撇出 周围除了孙悟空兄弟的两块墓碑 就再也没有其他东西了 但是考古专家们却在研究完两块墓碑后 有了一个重大发现 那就是我们一直被小说和影视剧中的孙悟空的名号给误导了 在合葬墓前面靠左边的墓碑上刻着 宝峰两个小字 这表明墓所在的地点 中间数刻齐天大圣四个大字 则表明了墓主人的身份 右边的墓碑上边没有横刻 除了中间数刻着的是通天大圣四个大字 下面刻着的字也和左边的墓碑一样 按照中国自古以来以左为尊的习俗 左边齐天大圣的墓碑应该是格格的 而且两块墓碑上面都刻了一些如意卷草花纹用来装饰 但是左边墓碑的花纹要更为繁复讲究 也更为精致 我们都知道吴承恩的原著小说和影视剧中 孙悟空因为神通广大 什么妖魔鬼怪在他手中都只有被打得分 被尊称为齐天大圣 这么说来 孙悟空应该是合葬墓中的哥哥 但事实上孙悟空其实是弟弟 明初